从2020年3月份开始,显卡价格一路猛涨 到了当年的9月跟10月 NVIDIA跟AMD都发布了新一代的显卡 顶级型号分别是RTX3090跟6900XT 价格分别是12000元跟8000元 但这个价格只存在于新闻里 用户实际买到的价格是一路飙涨上去的 从刚开始的加1000到1500提货 到一年之后最高价格分别到了2.1万元跟1.6万元 而显卡市场的行情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 就一直是发布的时候最高 之后逐渐下降 发布一年之后 实际买到的价格会比发布的价格跌去15% 到发布之后一年半到两年 那个时候新一代的显卡已经上市了 老显卡降价20%到30%清涨处理 一般都是这个规律 只有这一次例外 新品发布了一年之后 本该小幅下降了 结果价格分别涨了100% 但如今的价格呢 一个是4800 一个是3800 大家注意啊 当前这个价格虽然已经属于降下来了 但降的也不正常 网界显卡在发布两年之后 降个20%30% 那才是正常的 而这些显卡比发布价降了5-60% 如果用最高点的价格去算呢 跌幅更大都跌去了75%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矿卡降价潮 之所以说是矿卡降价潮 而不是显卡降价潮 是因为降的如此之猛的那些显卡 之前两年都去挖矿去了 现在批量出现在市场上的 实际上是二手的显卡 而且矿卡的二手 跟普通显卡的二手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主要体现在剩余的寿命上 就算是一些游戏的重度用户 显卡买回去700天 平均每天开机10个小时 但这10个小时里 一般也只有3个小时 显卡是处于满载工作的 算一算 这段时间满载复合工作 一共2100个小时 而矿卡就不一样 它从买回去开始 就一直在满复合工作 可以算一下24小时乘以700天 就是16800小时 矿卡满复合工作的时长 是普通重度用户的8倍 而一般显卡最多提供5年的质保 也就是说就算是正常用户 重度使用5年 再给它留出一点点的余量 基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 而矿卡相当于 重度用户使用8年 所以矿卡买回家 不出问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除非有些人 本来就是当亮机卡使用的 根本不怎么加负载 矿卡从10年前就一直存在 那时候的人们用显卡 取代CPU挖比特币 大约在2014年之后 比特币有了专用的芯片 这种芯片只能做 比特币的哈希运算 没有其他的用处 但正因为所有的晶体管 都可以用来做一件事 所以效率是显卡的几十倍 更是CPU的1000倍以上 所以显卡用量就大大减少了 顶多显卡用来挖一些山寨币 这些山寨币的挖矿参与者 远没有比特币多 而且也是挖到显卡 临近寿终正寝的时候 再用一些骗子 当普通的二手显卡卖 这就是那段时间所谓的矿卡 它的量并不多 而最近两年矿卡喷涌而出 原因主要有两个 它们给矿卡数量贡献度 各占50% 一个因素是 中国对虚拟币挖矿的严厉打击 那些没能转移到国外的矿工 就只好及时止损 把矿场里的显卡当作二手卖掉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2022年9月15日之后 以太坊正式合并 以工作量证明的模式终止了 以太坊再也不用挖了 于是大批的显卡涌出 第一个因素是从2021年夏天 到2022年春节之后 以突击行动的方式进行的 所以都是一批一批的出货高潮 到了2022年春节 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 而第二个因素 大约是从2022年6月份开始的 因为有些矿工预测 以太坊很可能从9月15日之后 就不需要挖了 届时一定会有很多同行人抛售显卡的 所以不如现在就停止挖 及时止损 赶紧抛售显卡 那矿卡都是怎么卖出去的呢 要分情况 如果矿主在之前挖 卖比特币赚到钱的话 那剩下的显卡 它都是以比较低的价格 打包给中间商的 比如说500张RTX3090 那么就按照每张3000块钱 直接从机架上拔下来 装到盒子里就给中间商了 还有更大多数的矿主 参与挖矿的时间比较晚 比如说2021年 才投资买卡开挖的 他们基本都是赔钱的 为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基本都是自己变身为中间商 中间商要做什么呢 首先就是得清点显卡 看看哪些不花瓶 哪些在CPU-Z这类软件里 看起来各项参数都正常 然后会把散热器拆下来 仔细清洗里边的灰尘 跟散热器缝隙里的灰尘 显卡风扇已经哇啦哇啦响的 还要换掉风扇 然后重新涂抹好硅脂 把散热器装好 总之清洗的越干净 就越能伪装成 普通用户手里的二手型卡 而不是矿卡 而那些中间商呢 也希望能批量的处理掉 清洗干净的卡 所以他们会首选 整机厂商出售 当然这些整机厂商呢 不可能是联想惠普戴尔 这样的整机品牌 而是淘宝上那些 卖整机的中小品牌的装机商 一般来说 去买这类整机的用户 也不太懂 根本没有意识 分辨主机里各个零件 都是从哪来的 每个配件的条码 包装盒 发票都有没有 他就算有这个意识 找商家要 商家也会有各种理由不给的 比如说 这是一千张一批的进货合同 发票呢 只有几百万块钱 那一张发票 不可能有单个配件的发票 你买整机 我就只能给你整机的发票 到时候哪些零件出了故障 我给你提供保修服务就可以了 这些整机厂商 非常喜欢矿卡 因为RTX3090的进货价 可能就是三千五百块钱一张 但当成一台整机网中卖的时候 其实跟那些配了新品的 RTX3090显卡的整机 价格可能是差不多的 配全新的整机 可能一台机器 一万八千五 但这个商家呢 可以把配置表 弄成一模一样的 可是价格指标一万六千五 两千块钱的价格优势 那是非常诱人的 但其实仅仅就这一张显卡 因为是矿卡的缘故 整机厂商已经多赚了六千块钱 就算整机便宜了两千块钱 也还是流出了四千块钱的利润 这抵得上正常售卖下 十台整机的销售利润 即便整机厂商的消化能力不弱 但因为此前的挖矿显卡 实在太多了 而且往往偏重中高端卡 所以他们也只能消化 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这部分有多少呢 国胜证券研究所 曾经在2022年5月份 给出了一个估算 参与挖矿的显卡 大约有两千六百万张 以每年普通用户 新买电脑配的显卡的总和 还要多百分之十 这两千六百万张的 百分之九十五 是用来挖以太坊的 但在9月15日 以太坊执行了合并操作 这个操作呢 我曾经在第37周 大一仔细说过 大家感兴趣可以点钞链接 简单的说呀 以太坊从比拼计算量切换到 比谁质押的虚拟币数额更大了 这样就不用浪费 巨大的电力挖矿了 所以矿工们呢 后来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用显卡 挖其他的虚拟币 一个是在以太坊 合并的时间点前 把显卡卖掉 那到底有多少矿工 留了显卡 继续挖其他币呢 我们看看算力分布就知道了 以太坊其实是这个协议 硬分岔之后的一个版本 因为呀 在2015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次 5000万美元的倒币行为 在这次硬分岔之后 新版的叫做以太坊 老版的叫做以太坊经典 所以那些不卖卡的矿工呢 绝大部分去切换到 挖以太坊经典币了 在这次合并以前 以太坊经典的算力是 25TH每秒 而以太坊呢 是925TH每秒 合并之后 猛增到300TH每秒 而以太坊因为切换到 权益证明之后 算力就可以视为降为零了 也就是说 原来挖以太坊的显卡 大约有30%转移到了 去挖以太坊经典了 他们继续去耗电去了 合算成显卡呢 大约就是740万张 还在继续挖矿 另外1730万张卡 就流入市场等待消化 而2021年的一整年 除了矿机需求之外 正常用户对显卡的需求量 才仅仅2400万张 也就是说 流入市场的矿卡 要占全年显卡需求的72% 所以 现在的矿卡 已经不是价格比 正常的二手显卡低很多了 而是矿卡之间 也在疯狂的拼低价 你卖3500 我卖3000 争取在11月份 两个厂商的新一代显卡 全面扑货之前 要把它们全部处理掉 而且我们留意 这些显卡 由于是在 以太坊合并的逼迫下出售的 并不是因为 全都寿终正寝了 才出掉的 所以故障率 会比之前稳定的挖矿时候 把那些临近阵亡的矿卡 出掉的矿卡 要低很多 于是这些矿卡 还真的能满足 相当一部分用户的需求 更加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从今年8月份开始的 这些显卡开始喷波而出 而不论是NVIDIA 还是AMD 它们的新一代显卡 要在11月份 才能全面上市 而这中间 足足留了三个月的时间 很多之前 怎么等都等不到 正常价格的用户 突然看到 价格如此便宜的显卡 量有这么大 真的会入手的 尽管1700多万张卡 不可能在三个月内 也会大大的影响 NVIDIA跟AMD 下一代新卡的销量 今天我们看到的 很多显卡代理商 还憋着囤一批 今年将要发布的 新一代显卡 他们希望显卡的价格 还会像2020年9月份 发布的时候那样 12000的卡 最后涨价到21000 然后大赚一笔 但今年的情况 会大有不同 即便没有矿卡潮 人们对显卡的需求 在经济波动中 本来就弱了一些 在叠加矿卡 降价潮中间三个月的窗口期 满足了几百万人的需求 这一代新显卡的销量 可能会非常的惨淡 而且据说 NVIDIA跟AMD 这次为了防止 两年前疯狂缺货的问题 早在半年多前 就下好了足够多的生产订单 那现在看来 数量上也应该是准备过头了 所以今年囤显卡的行为 将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就是显卡厂商 也要勒紧裤带 过上一两年苦日子了 由于摩尔定率已经失效 新工艺的成本不但没降 反而上升了 新一代的显卡价格高 需求量少 销量会出现近十年来的低谷 好 这就是本期的科技参考 我是卓克 咱们明天再见